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里是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还是不看房子 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去保养房子 因为我发现平常我在维护我的房子 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上网上搜索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只有美国的博主会有讲怎么样怎么样来做 那很少有中国的博主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打扫卫生 怎样选择清洁用品这一块 所以今天你看 这就是我攒了很长时间的 我们家常用的很多清洁用品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讲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 好 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吧 首先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你看我的所有的清洁用品上面 这个对焦能对得上吗 你看我都有写浴室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给我婆婆准备的 因为她平常在家里打扫卫生 那当然我们家有这个小事工 就是两个星期过来一次的这种 可是平常的维护呢 还是需要家里人经常去维护 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小事工 那个两个星期过来一次 把你家打扫的一尘不染 对吧 那这些都是我所用的 觉得比较好的 包括我在网上查的一些比较好的用品 首先呢 这个东西 待会我会把所有的东西的 这个怎么买的链接啊 Amazon的链接都放在我这个新西兰下面 教大家怎么用 那这个呢 就是清洁浴室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清洁用品 就是你平常的那个房子呢 总会有一些水垢之类的 你很难去擦得掉这些水垢 那这些水垢时间长了之后 会变色 会变得非常丑 有的时候还会发霉 这个就是清洁瓷砖的上 就是你这个瓷砖上面的东西的 那你平常擦不掉的 用水擦不掉的东西 或者用水擦完之后 会很污污的东西 你只要用这个一擦 瓷砖就非常的亮了 那这个就是清洁瓷砖的一个 非常好用 而且很便宜 价格都在下面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 我经常用的 估计这个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那这个东西是擦这个 这个金属物品的 比如说擦你们家的烤箱 擦你们家的金属制的这个冰箱 然后擦炉头 会擦了之后它就证明挖量了 这个我就没有写这个中文 因为一看这个图片 你就知道这是擦冰箱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是美国强力去污粉 那这个去污粉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嘛 你在美国很少用到的去污粉 但在洗手间当中 有些地方你是需要用的 比如说有些地方长霉了 那你要放上这个除霉的一些试剂的之后 你还必须要用这个擦出来 可是这个东西要用毛巾擦 你根本擦不出来那些霉 你就必须配合我下一个神器 这个刷子 这个刷子真的非常好用 然后这个刷子呢 它分了几种这个刷子系列 比如它有这个白色系列 教你是干什么的 黄色是干什么的 绿色是干什么的 红色是干什么的 黑色是干什么的 那越黑色越硬 也就是说越是黑色 刷了这个物体就越硬 刷石头我估计才用黑色的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黑色的物品 那我买的这一盒呢 是在Amazon上买的 就是二十几块钱 这一盒 然后它是这样的里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样的刷子 那黑色的头是非常非常硬的头 如果你这个 你们家要刷的东西是 不怕滑的 你可以用这个刷 但是首先呢 你需要买一个电钻 就是上面这个电钻 就这个电钻 因为家里都会有这个钻 这个钻可以钻东西 然后可以 用钉子那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电钻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先买一个电钻 然后买这个头 就可以放上 把这个电钻放在这个头上面 然后就可以刷了 然后这个头基本上是刷马桶的 因为马桶会有一些痕迹 在马桶的边缘 你用这个一刷就刷出来了 非常好用 然后呢 这个平头 这个黄色的毛指的是相对软的毛 它是Bathroom或是Bathtop Shower Tile 这些东西用的这个头 那就是说这个瓷砖 还有你的这个浴缸 刷不出来的浴缸 还有这个 洗淋浴间 让刷不出来的所有的水袖 你都可以用这个头来刷 下一个头呢 就是一个小头 这个小头很好用 因为一些边边缝缝 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大头刷的道 只能用这个小头来刷 所以这个刷子的套装是特别好用的 我买的这个还是个新的 所以我现在拿来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用过的话就很脏了 就没法拿得起来 你知道 好 这就是我平常用的这个刷子 我之前已经买过一套了 可是这些东西就是很神奇 就是你买了 不管你买多少套 总是会神奇的 没有了 所以我这又买一套新的 好 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你用它的时候 一定要戴手套 因为这个 我觉得它有腐蚀性 它是除水垢的 你看我又写了非常大的字 写了 厨房浴室 台面金属 然后这边写了很大字 水垢 因为 因为这也是家里老人家 就需要打扫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然后呢 这个是有腐蚀性的 一闻就有点酸味 您家只要是这个洗手间 有水垢 你拿这个一喷 哇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 就咕噜咕噜咕噜 鼓泡泡 过了一会儿水垢就没有了 然后你再拿抹布 一擦就非常干净了 这就是垂直除水垢的一个玩意儿 然后呢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买了两种除水垢的 你看这种是除水垢的 然后这种也是除水垢的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都很好用 因为有的时候总是忘记自己家里有几瓶 然后它就会 一个包装有可能是两瓶的 所以就一下子买了 这么多 我还有一瓶 这么多 我们家除水垢就这么多 因为这个水垢真的是很丑很丑的 不管你用多么名贵的瓷砖也好啊 tower也好啊 什么 那个top也好啊 你就 你就只要有水垢就非常丑非常丑的 所以除水垢的东西甚至必备神器 不管是瓷砖金属物品都可以用它 然后 非常棒 会让你觉得家里特别新 患然一新那种 因为我经常拍一些老房子 一些老房子有的客户就说 这房子这么新啊 一点都不像有人住过的痕迹 一点都不像这么旧 那就是保养的好 它怎么保养的呢 就是美国的女主人非常擅长用各种各样的清洁用品 她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她专属的清洁用品 就是这样来保养的这个房子 好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擦marble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是擦大理石的 这个可能也不需要标注因为就画了一个大理石台面嘛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擦 因为平常你家里这个大理石台面不好看了 有滑躁了 然后你用水一擦其实也能擦得出来 可是只要水一干大理石台面马上就污了 就很丑 但用这个擦就不会 用这个擦完了之后大理石台面特别亮 特别好看 就是散发着一种特别漂亮的圆润的 金属就是那个石头的质感 就让你觉得哇 亲肤的感觉很好看 一定要记住擦大理石用这个 哈 我还有一瓶 他这个很讨厌 这些清洁用品每次都是一买 他都是两瓶的 所以你就用很久很久很久 你才能用得完 而且你还经常忘了用 相信我 所以你一定要像我一样 用一个箱子 把你所有的清洁用品放在里面 然后到时候呢 你想起什么来的时候 过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这种清洁用品 好 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喜欢的 什么都有啊 也有可能是洗澡的时候 那些沐浴液的那些泡泡都在上面 所以根本擦不出来 之前我尝试过很多种东西 我甚至用这个 这种去污粉去磨这个玻璃 就磨的玻璃很花了 也擦不掉 非常的烦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大家用的是这个东西擦玻璃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擦玻璃 所以才让这个美国的很多的房子 这个浴室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亮 所以一定要买 这是浴室擦玻璃的这个 我待会我待会都会把所有连接都会发在下面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打扫卫生一定要用的清洁用品 那就是去梅字的 这个东西呢是去梅字的 它的神奇在于 它不仅仅是去 就是去你们家洗手间的梅字 就是黑乎乎的那些梅字 它还可以去除一些瓷砖上面的黑缝隙中的黑东西 我这个表达真的是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看 因为你看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图片里就直接会给你显示出来 它是干什么的 你看 你看本身很旧很旧的一些瓷砖擦完之后就会变得很新 待会我给大家试验一下 给大家放一个用这个东西的一个图片在旁边 大家就看得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一定要买就是去污 让你的木质感觉焕然一新 然后还去梅的一个东西 但是用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渗透在你的墙体或者你要擦净的这个物体上面 你要拿一个这个 比如说我的做法嘛 就是拿一个这个卫生纸 把卫生纸浸湿这个东西 然后一直贴在上面 贴很久 基本上第二天干了的时候你再拿下来 然后再进湿卫生纸放在你要擦净的这个物品上面 然后再等一天 然后基本上等两次之后 你的梅子或者是一些黄黄的一些说不上什么东西来的这些脏东西就会马上掉下来了 好还有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擦洗沙发的 因为我们现在买的很多沙发都不是皮质沙发的都是这种布衣的沙发 布衣的沙发特点就是你没有办法换洗 你没有办法把它拆下来再换洗 特别是很漂亮的沙发你都是不能换洗的 像我们家也是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东西 家里有孩子的特别要买 因为他们经常在沙发吃东西啊 或者把沙发弄脏之类的 你就可以喷一喷 然后用毛巾一擦 然后脏东西马上就下来了 沙发就和新的一样 那这个东西同样还可以洗地毯 可是大面积的洗地毯它其实也是不管用的 还是要请专业的人来洗地毯才行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必备的 等你的沙发把它保持干净 非常整洁干净了之后呢 你一定要用这个 这个是一个布衣沙发和布衣家具的一个保护膜 这个保护膜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喷上了之后 当你呃 在有一些脏东西或者水渍浸湿你的沙发的时候呢 这个水渍不太容易浸到里面去 就相当于一层保护膜喷到了你的沙发上面 它就不会渗透水渍了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这是我最喜欢的这几类的清洁用品 好了 这就是我这期想说的我最喜欢的这几类的清洁用品 你一定要把你的清洁用品在家里归纳清楚 这样的话呢 你的买的房子 你的家才会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漂亮 等你当它是二手房在卖掉的时候 下一个买家会非常注重你家里的保养 因为一个好的主人保养的房子 它一定会更美 卖得更快 价格更好 让我们一起来好好保养我们的新家吧 好了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我们会看房的 谢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留言 谢谢 拜拜